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竖当年的第二段 称伟与正统儒家的交锋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称伟与儒家的交锋 第一次的交锋 他是在汉宣帝的时代 我们来看这张图 汉宣帝他是汉武帝的曾孙 也是汉武帝的被太子刘聚的孙子 这个人后来被荣立作为天子 就是汉宣帝 在汉宣帝的时代 他们曾为了称举举办了第一次的国事会议 这个国事会议 在汉庭当中的这个时区格召开 所以一般叫做时区格会议 那我们后来所讲的这个白虎通 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在白虎官召开的第二次国事会议 之前曾经召开一次国事会议 这个就是时区格会议 那时区格会议里面呢 总共发表了155篇的文章 但可惜的这155篇文章全部消失不见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其实呢 我们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有时区格的座议155篇 但是我们从汉书班固写的汉书当中 我们知道 时区格曾经召开过第一次的国事会议 根据在这里头 在汉朝里面呢 有两本非常重要的历史 第一篇叫《史记》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史记的时间是上起皇帝下起汉武 这总共记载了2500年的这个事情 所以它是背证的是中国通史之主 它是属于纪传题 那汉书呢是班固所写的 因为班固呢 它是从汉武高足开始写 那终于亡满之初 所以总共记载了西汉129年的祭祀 所以汉书就被认为是中国断代史的鼻祖 断代史的鼻祖 那它的内容啊 这个《史记》呢 包括有《本记》、《世家》、《表书》、《类传》等等 这个《汉书》呢 包括《本记》、《表字》、《类传》等等 特例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史记》跟班固的汉书呢 其实有预起同工之妙 不过它的评段呢 在《史记》里头啦 他会写一个《太史公约》 《太史公约》就是说司马迁自己的看法 而这个汉书呢 他就没有写《太史公约》 它是标注的《战约》 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中国历史上两本的非常重要的史书 一本叫《史记》、一本叫《汉书》 一个是司马迁所写的、一个是班固所写的 班固所写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记录了这个《十曲格会议》 这个《十曲格会议》是发生在汉先帝执政的时代 在这里头总共发表了155篇的文章 但是可惜啦 《十曲格会议》的文章呢 我们都看不见了 但是呢 班固自己呢 曾经帮东汉 这个东汉的皇帝呢 编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 就是白虎通义 那白虎通义呢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写了一个白虎通书证 也就是说对于白虎通里面的某些说法 他提出解释 这是在清朝道光年间 一个读书人啊 他写了一个白虎通书证 所以呢 通常我们在读白虎通的时候会 有白虎通有很多解释 那在这些解释白虎通的著作当中 解释最好就是道光年间的这一本白虎通书证 所以我们进来看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称为呢 跟这个儒家交锋就记载在这几本书之中 那上古时代我们这两个非常著名的部落 一个是神龙寺的部落 一个是皇帝仙人寺的部落 这两个部落的获益呢 他在中原地区呢 互相的融合 所以慢慢有着生命共同体的想象 分分生命共同的体的想象 所以呢 过去呢 有一个中国上古时的专家叫许卓云 这个是前不久才去世 他说 华夏部落经过殷商 经过周勤等等的长期的融合 在诸夏的体系当中呢 建立了中国本部 例如说春秋时代最强的秦国、晋国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China这个字的由来啦 是当时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国家 一个是秦国 一个是晋国 那慢慢的传到西方的罗马帝国 然后呢 他们用类似的音来命名 这个东方乌拉大国 所以呢 China这个字的一般人认为是晋国 当然也有可能是晋国啦 因为晋它的发音也是Chin 所以类似非常像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中国有这个China 这个这样一个字 其实就是从秦境而来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 原来秦岭当中的座位的人 都自称为秦仁 可惜啦 秦仁统治时间太短了 而且呢因为秦王呢 根据跟秦始皇呢 就让秦王 将秦仁呢 四处迁徙 因为秦朝统一时间非常短 秦仁呢随着他们的将军呢 四处征划 那根据秦始皇的命令呢 他们征划各地之后 他们就没有再回到他们故土 秦都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秦仁呢 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就慢慢的消失了 而且秦仁呢 就慢慢的淡出了 华夏民族的记忆 取而代之的是 大一统的帝国汉朝 所以呢汉朝 刘邦政府了华夏大帝之后 他把这个国家呢 命名叫做汉朝 那从此以后 居住在中原大帝的人 就自称为汉人 当时的北方的匈奴呢 就慢慢的跟这个 华夏民族来对抗 所以就有汉族的这个称呼 那所以呢 这也是一些外邦之国呢 他对汉朝或汉人的称呼 那这样也就形成一个 共同的文化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 所以呢 到了东汉明章两帝的时代呢 算是中国历史上 历志最清明 经济发展最蓬勃的时代 在这段时间呢 社会发展相对的稳定 在这段时间呢 匈奴跟这个汉朝之间呢 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 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后来靠着班超的力量呢 使得被匈奴 颜顿就是颜顿冲林 就进入了这个中亚 进入中亚西亚 最后进入欧洲 造成欧洲的黑暗时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匈牙利帝国的出现 那另外南匈奴呢 就沉浮于汉 融化到这个中亿民族的大学统当中 所以呢 这个人呢 叫班超 班超呢 就是班固的弟弟 班固的弟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因为皇帝呢 非常相信秤伟之说 这个秤伟之说里面呢 在汉朝跟匈奴之间 将近了两百多年的战争当中 终于有了一个结束 从和亲啊 对抗和亲 对抗对抗和亲啊 终于有了了断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汉朝汉人的这个社会相对富足 因为社会相对富足了 所以呢 他们就会希望能够住好的房子了 对自己过世的子仙 希望能够能够辟付后世 所以有阳宅的勘虞 也有这个所谓阴宅的勘虞 所以屠宅树就慢慢出现了 根据呢 幻页所写的后案书 后案书记录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杨宗 杨是杨朝的草 杨宗是有始有终的终 这个杨宗呢 当时为了对抗匈奴 为了对抗匈奴 汉朝采用移民实变的政策 这个政策其实秦始皇曾经用过 也就是秦始皇让秦人 打到哪里就不准他再回来 那这个到了汉朝的时候 大概采用同样的政策 也就是他采用移民实变的政策 当这些部族们 所谓的将军打到了西方三七六国 打到了南越 打到了礁址之后 就不准他们再回到中原来 就希望他们能够就地生根 就是为什么 为了保障华夏大地的生活的安全 但是呢 这个时候汉朝本部呢 却发生了大汉灾 所以这时候呢 在汉朝一方面呢 在大外交官的班固的指挥得当之下 荡平的西域 可是在汉朝本部呢 这却发生了积荒 蝗蝗为灾 所以这时候杨宗就跳出来 跳出来建立皇帝 建立汉张帝 当时以明章之志嘛 建议汉张帝 建议他是不是能够同意 这些随着大将军 四处去征华的这些人呢 能够回来他们的故土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家乡遭受击荒 他们的爸爸 他们的哥哥呢 正在遭受击荒 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将士 回到中原本地 来来这里 但是呢 汉张帝拿到这个作章之后 就放在旁边 不管说yes 不管说no 就把它放在 这样一放就放了四年多 后来呢 杨宗又上书 说我们现在要 国家要统一思想 现在呢 秤伟的思想非常流行了 但是呢 莫中一世 这些秤伟的思想 有很多 都说各说各话 将来可怕会引起很大的祸害 所以建立汉张帝 能够统一思想 能够把这些莫中一世的秤伟之学 能够把它集合成来 成为一个官定的版本 这之后汉张帝就听进去了 所以在汉张帝 建初 在汉张帝时代的建初四年 从建初元年开始 这个杨宗上书 希望能够把随同大将军出身的这些将士 都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回到中原来 返回家里来帮助他的家庭 但是汉张帝一方面 要顾索四方的边疆 他采取的政策 跟秦始皇的政策一模一样 是禁止这些将士能够再回到故土 所以汉张帝把他的座章数字高格 隔了四年之后 因为国家慢慢的复苏了 慢慢复苏了 就上建立了 说现在很多乱七八糟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来建立 是不是要来开个国事会议 这时候汉张帝终于同意了 所以在汉张帝的建初四年 建初四年的时候 他们就同意召开这个会议 这个就是白虎关会议的由来 那在白虎关会议由来 所以杨宗建立比照西汉时代汉宣帝 为了伯征秦儒 定武经以十曲格的这样一个潜力 所以这个十曲格会议 可以说是西汉的第一次召开的国事会议 这个白虎关会议是东汉时代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也就是说从汉朝历史来看的话 这个十曲格会议 它是第一次的国事会议 白虎关会议是第二次的国事会议 可惜十曲格会议后来因为经由西汉末年的战乱平中 所以十曲格会议一百多篇文章都没有流传下来 在汉张帝的时代的白虎关会议 因为有班固还有杨宗的帮忙 所以当时杨宗因为一件小事被关在大牢里面 当汉张帝批准了杨宗的作折之后 他们发现杨宗居然被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在班固就想着提议的人 居然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所以班固就去劝汉张帝 是不是能够赦美杨宗 让杨宗来参加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议是杨宗建议的 杨宗居然被关了好几年了 所以这个汉张帝一听了 什么连杨宗也被关了 所以就特指把杨宗放出来 所以在班固上述的那一天 据说在班固上述那一天的下午 在汉张帝就批准了释放杨宗 释放杨宗之后 杨宗就去见了汉张帝 汉张帝就跟他讲了 你跟班固两个人 负责编写这个会议记录 所以这个会议记录 就由班固主柄由杨宗来进行校对 所以在这个白武官会议里面 就写了这两个人的名字 校对就是杨宗 这个记录就是这个班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白武官会议里面 根据这个记录 称伟之学各行各家都举行重大的辩论 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经学家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最后的结论是 称伟之学得到最终的胜利 所以在这个白武官会议里面 就确定了 称伟之学跟经学拥有同样的地位 跟经学拥有同样的地位 也就是呢 从这个 汉官武帝主张称伟之学为 内学、经学、外学 到了汉章帝时代 终于得到了全盘的一个胜利 所以这当然是由于这个汉官武帝 到他的儿子汉明帝 到东汉章帝 这三个皇帝呢 他基本上是采用这个比较宽容的 宽松的政策 他采用一个习兵养民的政策 同时呢 他也解决了很多黄河水患的问题 这个淮河水患的问题 所以农业生产在这几年当中 相对的稳定 所以使得他们在这个时代里头 明章之治成为汉朝的历史当中最为清明 社会最为稳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头 匈奴已经被击垮了 所以外患基本上已经得到一次性的解决 在这个时候因为西域的开通 所以佛教也在汉明帝的时代传入了中国 因为佛教传入了中国之后 又对原来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史学 儒家的秤伟之学又造成了肉干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非常有名的人 包括班彪 班彪是班固的父亲 他也是一个史学家 然后班固他有一个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班固跟班超 又一个女儿叫班兆 所以一般人我们讲说三班就讲班固班超 还有这个班超 也有人认为这个班超不算 为什么因为班超是武将 因为班超是气文从武 所以他叫大将军 所以三班应该是指班彪 还有班固 还有班固的妹妹 这个班超 这是一代史学家 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到最后呢 班超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所寡 班超很年轻的时候就嫁人 嫁人之后没想到老公一下子就挂掉了 所以班超就一直所寡 所寡之后呢 但是班超这个人非常会读书 所以汉章帝为了要教导皇后来趴平徽四字 所以班超就变成皇后平徽的老师 所以他作为皇后作为贵徽的老师 作为贵徽老师 作为贵徽老师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他们这一家子可以说是当时的学霸 那白虎同意呢 是汉章帝时代所编成的 当时呢就是大会诸儒 把这有学问的人呢 都聚集在这个白虎观 那白虎观呢 据说是在汉皇宫的北宫 在这里面呢 他们讨论了武经的义童 然后考教得师 然后并命使官 班固来整理其事 由于这一篇这个文章 在这里呢 非常多非常杂 而且呢 吸收了当代的秤伟之学 还有阴良五行之学 来解释秦汉之间的典章之度 那对于书中的许多的历史事件的解释 他又引进了这个春秋公园传 还有呢 金文学家 包括上书金文经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一般认为这本书呢 可以说是秤伟之学 及秤伟之学大成 所以到后来 虽然南北朝之后呢 很多皇帝呢 开始浑烧秤伟之书 但是信啊 有白虎官同意 白虎通德论 信啊有王冲的论行 信啊有张恒的这些人的学说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时代的秤伟之学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状况 大致的状况 简单来讲啊 这当时的秤伟之学 所以上至天子下至儒生啊 啊他们之间的是学术的共识 所以两汉 两汉之后许多的张恢小说 许多张恢小说 根据这个秤伟之学的描写 在三国时期被称为五大魔士的诸葛亮 庞统将为司马威 还有司马懿的外号 他们并称为三国五瑞 他们说这个诸葛亮号称卧龙先生 但是东方明明是青龙 为什么叫卧龙 因为这个青龙飞不上天 所以飞不上天 所以卧龙不如青龙 因为不能飞出去 所以卧龙注定一生 只能盘踞以地 无法统一天下 要飞也飞不也 那最后露得英年早逝 因为诸葛亮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四岁 他说又齐 又齐是姜维先生 姜维先生他叫又齐 为什么 这是象征中原大地 所谓中央麒麟 那麒麟本来是应该人寿 可惜这个麒麟 因为姜维他在号又齐 又齐是小的麒麟 那小的麒麟可惜 并没有办法得志 并没有办法长大 只好以悲剧说场 他说司马威号称水靖先生 水就北方 所以北方旋弩 可惜这个司马威 司马威出山的时候 就已经老人慈慕 所以只能是孤独终老 也没办法做成大事 他说司马懿有难顾之相 被世人称为总虎 总虎什么意思呢 总是牧种 看坟墓的老虎 既然叫牧种 所以所牧的老虎当然也没有办法成事 所以他说司马懿所得祖宗之业 但是却没有办法成为山宗之王 只好耐着寂寞 等待他的孙子 等待他的孙子 这个司马岩 能够才成为这个晋朝 所以这里头就可以看到 在两看之后许多的小说当中 都含有称为之学 都含有非常多的称为之学 所以秦暗时代 可以说是风水之说的一个形成时期 到了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头的 天文学 还有经文学家的推论 还有称为学的内涵加热 使得风水学有很多的派别 汉朝的天文学家也分成两派 一派是相信称为之说 例如说主张先月说的西明 他是赞成称为之学 另一派不相信称为之学 不相信称为之学的天文学 又可分成两派 一派是相信有神 虽然有神 但是天不原理 天有一字 但不原理 所以称为都是人说的 都不是上帝说的 跟天无关 所以他们是相信了天道巡回 所谓天道巡回 就是五百年必有亡者出 这样的一个说法 例如说张恒 这个就是所谓的 相信了天有一字 那另外一派相信了 天没有一字 所以无神论 例如说王冲 他们说称为之所以成真 完全是否然 并不是必然 但是不管怎么样了 在那个时代里头 包括洋宅 要怎么样去做了 都加入称为之说了 所以呢 就很多了 当时勘虞呢 传统呢 就是有两派 刑法学呢 刑法派呢 就是按照三行第四 所进行的风水说 这个按照这个称为呢 跟勘虞加起来 就是所谓屠宅说 屠宅说 那这个当然对霍氏的这个风水 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到了唐朝的时候呢 就形成所谓的刑士派 所谓刑士派就是刑法学了 那里契派呢 就所谓的屠宅 屠宅 所以当时呢 围绕在东汉时代 他们甚至产生出两种官员 一种官员是所谓地图师官 地图师官 那地图师官呢 他们是根据了 根据这个 所谓刑士派来决定 来决定哪个地方呢 可以盖房子 盖什么样子 那另外一种叫村官宗伯 村官宗伯呢 就是主要是按照 这个捕士的方法呢 按照这个屠宅的方法来决定养宅的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汉朝初年以后呢 慢慢就形成所谓的刑法家跟开于家 刑法家跟屠宅树这样的区别 然后再慢慢形成所谓的刑士派跟李契派 刑士派跟李契派 他们各自形成各自的宗派 那一直到了明朝末年 到了清朝初年的时候呢 慢慢就形成现在许多的风水流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魏晋以后呢 因为呢 这个司马延呢 开始进秤伟之学 然后呢 秤伟之学又被道教跟 回去 刑士派的宗伯